小品一家对战诺亚奥特曼 究竟谁更强 一边是无所不能的小品 一边是四傲之手的诺亚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支持小品的扣1 支持诺亚的扣2 小品大家都很熟悉了 不仅开挂能力满集 就是智商也无人能敌 小小年纪 智商就达到了300家 一压血雨时 就捧起了诺贝尔文学奖 灵魂出鞘和死神谈判 一点也不怂 和人类赛跑 已经不能满足小品了 代表地球参加宇宙运动会 都算正常 一招穿越 就能帮助百姓 射下九个太阳 凭本式发明法拉第龙 扛住九天雷劫 拥有空间宝石 随意穿越无限时空 变身钢铁匣 完胜战局 开启大招 就是球场王者 甚至遇到危险 就可以召唤神龙护体 利用法术 就能打败西方飞龙 站在无力值的制高点上 使出终极黑魔法 就是霍格沃兹的老法师 也只能甘拜下风 这么看来 小平的实力确实太强了 不过 他面对的敌人 那可是神秘四奥中 排名第一的诺亚奥特曼 是保护全宇宙和平的光之巨人 而诺亚作为传说中的四奥之神 一拳的力量 就能打得对手 直接失去战斗力 面对一身金刚铁骨的诺亚 谁都不敢在他面前说 自己可以轻易承载这份力量 更别说 小平开挂变身的那些武器 与诺亚而言 不过是脑痒痒的存在 只见他从手臂聚集能量 使出诺亚拳 发出诺亚冲击波 一招双拳攻击 就能直接将敌人打出地球 这还没完 诺亚还有必杀技 诺亚之意 可以直接穿越次元宇宙 将敌人封印到异次元缝隙 轻轻松松 对敌人实现降维打击 威力强悍到超神状态 就算小平开挂变身 一通操作 还是不及诺亚的终极实力 所以这一轮诺亚奥特曼完胜 你还有哪些想看到的明场面 评论区等你哦